有网友发来一个大号仿生蜻蜓扑翼机的飞行视频,想知道视频里的仿生蜻蜓是怎样的飞行原理。 视频上这架扑翼机有四对上下挥舞的机翼,中间两队与前后两队反向挥舞, 让飞行器在任意时刻所说到的扑翼生力都基本相同。 从气动布局看,这就是一架穿翼飞机,该机的重心在中间两队机翼前缘附近。 四对机翼的气动中心,也就是机翼生力的焦点,在第二组机翼闲长的大约四分之三处。 该机飞行时,生力使机身绕重心抬头,水平尾翼的生力又让机身绕重心低头。 这两个例句在飞行时互相抵消,使飞机具有了抚养静稳定性。 但机翼没有后掠角,同时上反角和下反角在周期性变化, 所以该机没有横侧静稳定性,只能通过飞控实时偏转前后两对机翼外侧的副翼, 使机身保持水平或向一侧倾斜转弯。 飞机的航向稳定和控制,则依靠垂直尾翼和方向跺。 所以机翼不挥舞时,这就是一架固定翼飞机。 该机前后两对机翼除了一肩偏转充当副翼, 其余部分就是整架飞机的主要生力来源。 这四片机翼在挥舞时,可在气动力作用下绕着大梁扭转。 当机翼向上挥舞时,来流是向下和向后的叠加, 所以气流来自前上方。 此时机翼与来流成副营角,上表面受到气流动压, 截面绕大梁顺时针旋转,导致与来流副营角减小。 机翼具有较低的生力系数,因此向上挥舞时能够提供必须的生力。 向下挥舞时,实际来流来自前下方。 气流对下一面形成动压,迫使机翼绕大梁逆时针旋转。 机翼与来流正好保持一定的正营角,具有较高的生力系数。 因此,向下扑翼时,机翼提供了更大的生力。 可见,前后两对机翼要产生生力,飞机就必须有前进速度。 因此,中间的两对机翼就是整架飞机的主要前进推力来源。 该机中间两对机翼有超过一半长度的歪一段,都可绕着大梁做大角度旋转。 当中间两对机翼向上挥舞时, 歪一段在来自前上方的气流动压下,绕大梁大幅度顺时针旋转。 机翼上表面受到的气流动压在水平方向形成较大的分立,推进飞机前进。 机翼向下挥舞时,前下方的来流又迫使外翼段大幅度逆时针旋转。 机翼下表面受到的气流动压在水平方向也形成了较大的推力。 所以,这架飞机的撕对机翼中,前后两对负责提供大部分生力,并控制机身左右倾斜。 而中间两对负责提供大部分前进推力,使飞机获得必须的速度。 于是,这架愚蠢的扑翼机就这样别脚地飞了起来。 这样的飞行器既不好看也不好飞,由于机翼引脚周期性改变,产生非定常的气动力,导致升力和推力都较低,只能通过增加机翼数量来弥补。 而八个上下挥舞的翼间又制造了可观的翼间窝流,带来了很大的诱导阻力。 所以,它虽然叫做仿生蜻蜓,但实际上它既没有仿生也压根比不上,哪怕是最笨的蜻蜓。 将来到这里的路线。 我们看完美的路线。 现在的路线是要解决定的路线。 我们看完美的路线。 谢谢大家